17岁那年的雨季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名字已经唱了 关于茉莉花的你知道吗 就关键是她把茉莉花种死了 还写进锅里面 所以我现在这个视频 教你们如何种下17岁的茉莉花 并且让它逐年长大 茉莉花在这种特别简单 记住四个要领 大水 大肥 大太阳 勤修剪 这个位置梗丝开完了 变成了徐徐 所以咔嚓 把这地狱的叶子剪掉 茉莉花是新枝开花 只有勤修剪 它便有更多的开花机会 再把你底部的杂乱的 沉重不了的小枝条给它去掉 不让它枝条过多过密 还有干枯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茉莉花给干枯 它是不耐寒的植物 不保护过冬的话就会干枯 再进行一个操作就是换盆 轻轻地淘一下底部 我用的是我们的通用型的配方图 把它放在花盆中间压实一点 下一个工作就是浇水 一二三吞 再来一口 一二三下去 再来一口 多次缓慢的焦透 之后把它放在日照最好的地方 你的月季给它什么样的位置 就给它什么样的位置 你记住 你的茉莉花是要度假的 阳光沙滩才叫度假 就是这样大太阳才能孕育新的花苞 持续不断开花 直至到十月份 低于五度的冬季 门前的那颗梦里花 已经枯萎 不再萌芽 作孽呀 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好了 观众海妈陪你中 拜拜